基督徒一生,一定要倒几色的一次 基督徒一世,一定要去伊勢力一世 你去伊勢力一世之後回來,你看圣經絕對無人看 尼徒、聖經就完全不一樣,非常清楚 來,今天我們要講憋旦河東 要講憋旦河東,我給大家看一張報紙 這張報紙就是去年十月,我們就要決定要去伊勢力以後 報紙馬上就看出來,全白 就是什麼呢?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約旦河東 就是這個比特拉 那現在有很多團體到那邊,沒有到比特拉 因為增加這個比特拉,光有比特拉要一萬塊台幣 為了要到這個比特拉,要一萬塊台幣 所以你們今天沒有去的人聽,聽完就賺一萬塊了 來,這叫做比特拉 那約旦河東 約旦河東我們叫做外約旦 就是比約旦河西還高的一個山地 這叫做約旦河東 那這個約旦河東包括什麼呢? 來,包括巴山、基列、摩亞山地 這三個名字你們在旧約聖經一定常常看到 這三個名詞 那這三個到底在什麼地方呢? 來,看圖 加利利海、約旦河、十海 這邊就是以色列,就是河西 約旦河西 約旦河東就是這邊 這叫河東 那這裡有一個大士格 這裡有一個西,叫做雅木河 這一個叫西,這條西叫做雅嫩河 這一個叫西叫做薩列西 這兩個中間叫做巴山 這兩個中間叫做基列 這兩個中間叫做摩亞山地 看得很清楚了 所以外約旦就是報到這些 這是舊約的時代 那這個約旦河帶領他們以色 進去以後就分土地 但是有人說我們不要這邊 我們要這邊 記得嗎? 他們有人想要邊邊這邊 所以就給他們了這個 馬拉西半字太在這裡 這個加德 這個流變 剩下的人就拿這邊 這就是當時分地的 分給色字太的地 那這兩個半字太就是在外約旦 好,這是舊約的時代 那現在呢? 現在這是什麼呢? 現在就是約旦王國 現在 他們的領埠怎麼樣呢? 就這樣子 這個石海,石海的旁邊 這一個就是約旦王國 但是它包括約旦河西 這一塊我等一下再講一次 這個就是約旦王國 那這個約旦王國裡面呢 我們稍微來瞭解一下 其實這個約旦 它的權名叫做 哈士米約旦王國 整個名字是這樣的 我們都叫它約旦 這個約旦很好玩 他們呢 這個在掌權的哈士米家族呢 他們認為他們是 是穆瑪茂的後代 所以有人已經敢去衝浮他 沒有 所以這個國家很 就是到現在很少去挑戰 因為他們 號稱他們是穆瑪茂的後代 好 那我們來看看它的地理環境 它的西邊 以色列 北邊 敘利亞 在北邊是伊拉克 南邊是蘇利亞 就是這樣子 這個是 約旦 所都 安曼 北邊 敘利亞 這邊 以色列 西邊 以色列 東邊 伊拉克 這邊是蘇利亞拉伯 這個是約旦王國 那它這個 把它按這個地址來分的話 它有分三部份 搞定 約旦的旁邊叫做河谷 旁邊叫做山地 最右邊呢 叫做沙漠地區 就像這個圖這樣子 好 石海 在旁邊這邊有河谷 在旁邊就是山地 實際上這一大片 通常是沙漠 這沙漠在多少呢 75 都是 沙漠 那這個地方 河谷旁邊有個山地 這個山地很重要 這個山地怎麼樣呢 以前很多名城 就在這個地方 是歷史上的名城 而且地王是經過這條路 所以叫做網道 這網道不是我們講的 聖經都講這一句話 網道都有提到 來 我們來看 石海在這邊 石海在這邊 這邊是埃及 它這個網道從埃及它自己就走 走 走到這邊 先到以拉塌 這是上次我介紹過的 斯巴尼王就是從這邊登陸的 到以拉塌 往上走 走 經過 那個 安曼 再往走 到大馬社 這一條路 就是叫王道 這一條 不重要 那這一條 等一下 切起來 又跟以拉塌 又跟以拉塌 有關係 來 我們看看 當摩西帶領以色列出埃及 到加利斯巴尼 他們要往右走 這邊是石海 這邊是亞門 這邊是亞摩利人 這是摩亞 好 那摩西要帶領他們到石海右邊這邊 那他才能開始走 走 走 走到這邊移動 又 怎麼過去呢 這邊過去最簡單了 對不對 但是這邊過去了 經過什麼地方呢 經過移動 這個就是移動 那移動的時候 摩西就跟移動王講 拜託你 讓我們從這邊過去好不好 他怎麼講呢 因為這裡有條王道 就是剛剛講的王道 我們從這邊這王道經過好不好 這樣走過去啊 好不好 我們走過去 只有走王道 我不偏左右 這樣走過去就好啊 但是移動王跟他講怎麼樣 不行 你一過去我就拿到傷 所以沒辦法 但是移動王行不能夠走王道 他們只好怎麼樣呢 就只好往下走 走到哪裡 就是以拉塌 然後以拉塌在往後走 從這邊走過去 走到旁邊 走到 約旦的河西 摩亞的地 然後才從這邊進去以色列 所以 在這邊我們已經看到了 這個王道 就是約旦亡國人 這條王道 非常重要 以前聖經就提到了 那也牽涉到以東 因為噴上以色列人從這邊經過 所以他被咒詛 等一下會講到這個東西 那 這就是我們講的 這個 約旦亡國的這個王道的重要 那 另外 剛剛我講 那個約旦亡國的旁邊 在約旦河西 有個地 就是約旦河西 那這個地 在1967年 中東第三次戰爭的時候 被以色列戰去了 被以色列戰去了 但是約旦河戰了以後 因為太大 連那個都出面了 說你們還人家好了 所以這塊地 到現在 還有爭議 那另外 約旦河 它有一個內陸 就是石海 有一個可以出海口 就是阿卡巴 就是這個 好來 你看 加利利海 約旦河 石海 這邊黃色是以色列 這邊是約旦 你看這塊地 剛剛我給你們看那個 國土是包括這樣子 對不對 但是在這個地方 顏色已經不一樣了 約旦河西 加薩走廊 葛蘭高地 這三塊 到現在還有問題 一直沒有解決 所以雖然 約旦認為是他們的國家 這個約旦河西 但是 以色列認為是他們的 約旦河西 已經出面了 要讓他還 但是他們到現在還沒有還 好 那約旦 他自己旁邊也靠近石海 所以他跟以色列 一個人分明半 這邊是他的 這一半是以色列的 那這邊 有一個阿卡巴灣 阿卡巴灣 有一個阿卡巴灣 港 這邊可以出去到洪海 這是約旦的地位置 那他的天然資源呢 你們看喔 約旦他的下面就是 沙哩阿拉伯 整個一直累下去 但是沙哩阿拉伯 有石油 他們沒有石油 所以他很窮 你看 這是約旦 下面累下去 通常是沙哩阿拉伯 人家這邊有石油 他們沒有石油 但是呢 他的河谷 靠近石海旁邊的河谷呢 有農業 全國的百分之75 通通都會出來 有很多 這麼多 農業 他們可以外銷 這是他們的農業 那 那個 他們要跟石海一半 是他們的 他們也可以分享這些東西 那山地部分 我剛剛講的王道 這個山地呢 沒有什麼好出產的 就是出產煙草 那這關係呢 整個沙漠呢 沒有東西 就是有一些礦物質而已 這是約旦王國的 他的那個生產 來讓我們看看 這個約旦的這個歷史 約旦我們剛剛講過了 我們聖經常常讀過了 在舊月裡面 我們常常看到 雅門 摩尼亞 以東 雅馬尼 大山 這些人以前就是住在 現在的約旦王國 但是到目前為止呢 已經通通沒有這些名人了 只要你是拿 約旦護照人 就通通是叫做約旦人 所以現在 約旦已經被你皇國 以前這些 摩尼亞 通已經不見了 那我剛剛講過 約旦他是 以前 就長久的認為 他魯馬莫德的 活在管理的 所以 其實 也沒有什麼好講的 就是他們就是 認為他們是 這樣子的地國的 但是 在 那個托奇 帝國在管理的時候 管四百年 四百年 完結束 托奇結束以後呢 就被英國來托管 1920年 英國托管 英國托管的時候 阿布朱拉到安曼過來 他就去找邱吉爾 然後他們就開始 一直溝通溝通 然後呢 1923年就成立 自治 自治區 然後就慢慢慢慢 到1939年呢 他們又參加二次大戰 結果呢 大戰以後呢 這個 被整 英國就結束了 就沒有 沒有再繼續托管 1946年 就沒有托管 好 這是約旦 但是19 他隔壁這個 以色列呢 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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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他們就1946年 就成立了 就已經獨立了 但是19 隔壁這個 1947年 如果出門說 你們以色列這邊 也要從一個 共治 巴勒斯坦 跟約旦一起 治理好了 因為他們一直 一直吵 這是1947 那1948年的時候 以色列就 就獨立了 獨立以後呢 這個約旦呢 就跟巴勒斯坦 一起聯合 打以色列 但是 這個 那個 以後會講啊 這個中東戰爭呢 結果以色列戰勝了 以色列戰勝了 巴勒斯坦就失利了 但是約旦沒有差 他站在右邊 約旦的東邊 所以他都沒有差 那 這個 反而是他那個 東約旦 東耶路撒冷 他們本來是認為他們 但是 後來又戰書 所以 這個地方到底還沒有解決 那後來 他們就 1950年 就跟那個 成立那個 王國以後 1950年 巴勒斯坦就去那個 新城市 就被他們殺掉了 那 後來 他死掉以後呢 他就換他的兒子 起來了 但是他的兒子又生病 所以就換福星 國王起來了 那 那個 他們1950年 就叫做聯六國 1960年呢 換他的弟弟 起來 這就是他們 大概的歷史 那 因為 1967年 他們 那個第三次 專攻戰爭的人 他們失敗了 所以他們的西部那邊 因為那邊 同樣被戰走 但是 那第四次 戰爭的時候 聯六國叫他們退出 可是現在好像還沒解決 那 因為這幾個戰爭 戰亂 幾次東中戰爭以後呢 約旦就開始慢慢 一直獨立起來 而且安邁已經變成 他們很重要的中心 那1994年 約旦跟以色列全和平條約 從此才比較沒有爭論 約旦跟以色列 現在比較沒有爭吵了 這是簡單的約旦的歷史 那個約旦 我們到這個約旦這邊的時候 會介紹 它有重要的景點 三個 一個就是首都安曼 第二個就是尼泊山 大家都知道 佛西在這個地方 看 看那個應許之地以後 它就不見了 然後 彼得拉 這最重要的 這要一萬五百才能夠去哪裡 第一個我們講安曼 這就是約旦 安曼就在這裡 這是首都 這個安曼呢 其實你講安曼 就等於在講約旦王國了 安曼有一百二十萬人 他也是建立在七個山頭上面 但是現在慢慢越來越擴大 已經擴大 一直在繼續擴大當中 那這個安曼呢 聖經早就有記載了 在《撒姆維斯夏》 十二章裡面有記載 那時候就叫做拉巴 所以你聖經裡就要去尋 搜尋給他寫一個拉巴 就是安曼這個地方 那時候是亞曼的的時候 然後呢 《撒姆維斯夏》十七章的時候 大衛在逃跑的時候 有那個拉巴人麻吉對他很好 是拉巴就是安曼 那拉巴也是 就是安曼就是在我們剛剛講到的 王道上面是很重要的 而且常常有戰爭 那三千年前 大衛王索隆王將近都統治這個地方 那後來以色列人 那個離開上帝以後 那這些人就並叛了 所以這就跟 慢慢慢慢就跟以色列人 就比較沒有關係了 那祖前三世紀的時候呢 埃及那個多利美 就這樣占領這個地方把它改名 叫做菲拉提菲 那後來是 那巴提人啊 大西底通通統統治這個地方過 所以這個地方 受希臘羅馬混亂影響很大 那耶穌時代呢 耶穌時代的時候呢 他們就跟九個城市合起來 叫做Decapolis Decapolis 大概是十個城 就是十個城 叫做Decapolis 這個聖經有講 耶穌曾經到過Decapolis 就是這個 就是十個城 那阿曼也是裡面之一 當那時候叫做菲拉提菲 那後來七世紀又 回教起來以後 這阿曼就慢慢 就比較沒有作為了 那這個阿曼呢 人家說他曾經有許多 不同民族統治 而且他裡面呢 經過伊斯蘭教 經過基督教 經過很多教 結果他們好像很少的衝突 這是很特殊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 雨水非常少 因為我剛剛講 那是沙漠的地方 是3D地方 每週只有一天半供用自來水 那你要水怎麼辦呢 要買 不要讓我們世人再買 回來他們就想要辦好了 怎麼樣呢 來 這個底下不是紅海嗎 他們就把海水引進來以後 給它海水淡化 然後開始運運運 海水淡化 運到阿曼這邊來 這已經變成淡水 用淡水輸送過來 輸送過來 這是他們阿曼解決他們缺水的問題 那他們農多物就不好了 好 這是阿曼 那阿曼有個特徵 就是他那傳統跟現代文化夾沙在裡面 第二 它被稱為白色之都 為什麼白色之都呢 因為你從山坡上一看 它整個房子房間 灰色黑色都是金淡的白色 你看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叫做白色之都 你看幾乎都是白色的 黑色的顏色 好 那還有一個古蹟 阿曼的古蹟呢 有兩個最出名的 一個就是赫克利寺神廟 另外這是在山丘上面 那下面有一個羅馬劇場 那這個神廟是這樣子 現在剩下這些柱子 好 另外從另外一邊看過去是這樣子 那你想想看 這個神廟有什麼稀奇 以前怎麼樣的你們知道嗎 後來他們就給它想 想到他們這幾個柱子 這是柱子他們給它弄起來的 這個地方以前應該是這樣子的 現在剩下這裡根 這裡都不見了 所以我兩個跟它放在裡面 比較就知道了 現在你看到是這樣子 可是當初就是這樣的一個神廟 好 這是在山丘上面 那山底下呢 有一個很巨場 很 羅馬巨場很大 這麼大 這麼大 羅馬巨場 另外還有一個教堂 也是很久了 公元四年前的一個教堂 以及 安曼大概可以看到這些 好 接下來我們要先講尼泊山 這尼泊山就跟我們聖經更有關係 尼泊山就在十海的這邊 尼泊山 好 這尼泊山呢 他們阿拉伯名字叫做 尼泊山 尼泊山就是摩西 尼泊山 所以你講尼泊山 他們講尼泊山 好 你當那邊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他們這一 尼泊山因為 摩西不是站在尼泊山 看著應許之地嗎 他怎麼看啊 就這樣看 摩西站在這邊 那他就跟你講 這個地方多少公里 這個地方是什麼 多少公里 這是什麼地方多少公里 那個土就是這樣子 尼泊山就告訴摩西說 你這邊看過去世界 這邊66公里 看到耶利哥27公里 看到耶路上46公里 然後看到這邊昆蘭 看到希伯倫 到尼泊山 你就是看到剛剛那一個 會看到這個 他這邊寫的就是這邊 耶利哥 耶路山 多少多少 好 這就是站在尼泊山 因為當時後 尼泊山 尼泊山是 海拔是820 摩西 三千年摩西 站在這個地方 看應許之地 但是 上帝跟他怎麼講呢 上帝說 你可以到這邊看 但是呢 你可以到尼泊山上面看 但是 不讓你進去 所以他只好這樣看 他就這樣看 看你以後呢 上帝跟他說 你要死在這個上面 那摩西就死在那邊 那沒有找得到他 那聽說啦 這是 聖經論文有記載 我就看一個圍王記 他說摩西一直不想死 後來他們呢 就騙他 騙摩西說 我們有一個人 好像生病很重 可能會死掉 要做一個棺材 他身高跟你一樣 你是不是量量看 這個棺材 是不是適合 那摩西 旁邊有問題 定起來 就撥他出來 這我想是亂講的 好 但是摩西真的就找不到了 聖經講的 神清楚地買掉 所以沒有人找得到他 但是 因為他最後出現在尼泊山 所以現在在那邊 就建了一個摩西紀念教堂 等下給他看 那好 這個尼泊山 很早就已經摩西在那個地方了對不對 好 那有人就開始去找 這個人家 以前到底什麼樣子 所以1564年 有一個方機位的修飾的氣 現在一探險 一探的話 那邊很多建築物都已經壞掉了 根本都沒有人住 但是再想一點點 有一個烏薩犬 就是摩西犬 有一個小教堂 還在使用 這是有記載的 這個1564年記載的 隔不久 第17世紀 又有一份報告 又提到尼泊山了 但是呢 他們沒有提到那些建築物 那一直到什麼年 到1993年 1993年 他們開始說 這個這麼重要的地方 我們應該要去開產 所以他們就開始大揮門 一直考古 一直考古 結果發現了 真的有 這個教堂 一個修道院 這是他們 1993年開始就大揮門 那這個教堂 是一個殘王寫的 教堂他們院的墳墓 而且呢 教堂跟墳墓 很多的馬塞特 很多馬塞特 保留得很好 那從這個修道院判斷 這當初一定有很多人住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當初一定很繁榮 那他們又探險的人去考古考古 發現欸 不是呢 這個摩西時代以前可能就有人了 後來摩西代上去的啦 那時候他們說這個應該有異教堂 進行在拜神的地方 因為什麼 他們找到了一個 那個巴黎的神廟 這是以前以前的 在摩西更早以前的啦 好 那後來呢 慢慢慢慢基督教重播來了 基督教基督徒就上來了 後來他們的地方就開始建基督教堂了 那在這個教堂呢 後來一次建一建 到第四季的時候 可能建得最多了 那個時候 那個 有人看到裡面的教堂裡面 很多馬塞課 這些馬塞課呢 應該都是拜占永時代建的 所以應該是五百多年 五百多年 建的這些教堂啊 大大小小的教堂 但是 現在已經都毀掉了 所以他們呢 就在這些教堂啊 什麼上面 就建了一個摩西紀念教堂 就是這個 後來在 它底下就是 通通是以前建的 所以裡面進去可以看到 當然就是馬塞課 這個也是很完整的一個馬塞課 好 這個馬塞課我們 2016年去看 看了以後呢 2007年就被關起來了 他們就說要修禮 那一關就關了9年 所以呢 敏律長老他們去一月灌注的 可是他們沒有看到 那他知道我們要去 所以又開起來了 二年以後又開了 所以我們這次機會 可以進去看了 好 好 那 聽出來到那個修禮之前 你可以往下走 可以找到那個摩西犬 應該在這個地方 這個摩西犬 那 另外 摩西犬的旁邊 他們這邊有一個摩西犬村 這個應該就是聖經裡面 被講的那個佛比爾 佛比爾 佛比爾是什麼呢 聖經這樣講 聖經這樣講 聖經第三面會講 他說 那個 這個 耶穌華將他埋葬在摩西犬地 佛比爾背面的故中 到現在沒有很找得到 所以他們認為那個地方 應該就是這個佛比爾 另外 他們往旁邊走下去 看到了一個 小小原型的一個小山 他們認為這個應該是 當初 巴勒不是請巴蘭來做主以色列嗎 對不對 那個巴蘭可能就是 站在那邊做主的 這個地方 好 其實這個地方 我們在那邊看到 摩西犬教堂 但是到這裡 最重要的是這一個人 會看到一個銅蛇 大家照相都是照這個 這個地方 大家都會知道 這個摩西怎麼樣 在曠野舉起這個銅蛇 耶穌怎麼樣被舉起來 就是這一個人 就是這一個人 這個 大概照相都會用這個照相 你就知道 他這個人到過尼泊山 那這一根呢 那這一根呢 是 一波山認為是聖地 要來參觀的 要來莫拜的 所以 主教 保羅 保羅 保羅二世呢 那一天就來到了 到這個地方 所以他之後 弄了一個紀念 紀念碑 那這邊 這邊 很多像 這是聖經的人物 然後這邊有一個聖經節 其實 尼泊所書四章六節 神是眾人的父 超乎萬能詐 這一個聖經節 這個是 教宗保羅二世來的時候 建的紀念碑 然後那個教宗的樹片 種一個橄欖樹 這一個 這邊都有寫 好 這就是尼泊山 那我們知道 尼泊山我們去看 主要是因為 摩西就是最後在這個地方 出現在這裡 後來就不見了 然後他是從這個地方 可以看過去 硬行整體 好 現在就是今天的重點 是彼特拉 玫瑰紅塵 就是這一個 好 彼特拉怎麼樣呢 在這裡 石海下面 石海和紅海幾乎中間這裡 是彼特拉 來我們來講一講 這個彼特拉的歷史 彼特拉叫Petra 這個彼特拉就是延史的意思 因為 這個彼特拉這張是從 它是一座 一山崖建造的 就是整個山崖 它從山崖 它從山崖 這個 它就建造 建造這個 彼特拉這些古城 它不是從下面 往上建 聽說是從山崖 往下建的 那就建了 那個一個 那個三層 一個是三層 它隱密在一條下 有狹窄的一個 我不知道 等一下看你們就知道了 那 這個彼特拉 在以前 聖經 早就提到了 在那個 祖先 四世紀的時候 以東人已經在這個地方住了 所以 他們首都就是希拉 希拉就是 彼特拉 俄巴迪亞書第三節 那個就是希拉 所以祖先 第四世紀 第六世紀的時候 已經有這個彼特拉 這個 而且是乙東人的首都 好 那 後來呢 一直到 南國被媚的時候呢 南國被 巴比文把他抓去了 欸 這邊就空空的 所以 這乙東人的襯衣 就有點輕 輕過來這邊 往這邊扣 扣過來了 好 但是 沒有想到 586年 所以 巴比文來 南國的時候 乙東人幫忙 巴比文 沒有想到 四年後 巴比文 一來打乙東人 也來打他們這些 他本來是幫助 巴比文人的 但是後來還是被 那 來以後呢 他就變成 比較荒涼 但是 在阿拉伯別邊 有一些叫做 那巴提人 這些人呢 都開始 往 別部 過來了 後來呢 就 這比特拉就 變成他們定居的地方 不但如此 這些 那巴提人呢 到祖前三世紀後 已經變成一個 那巴提王國 非常大一個王國 不但在這個地方 他又往北 一直上去 一直上去 一直擴張 他的 亞里達 國王啊 一直擴張到 大馬社 連聖經 保羅都提到了 保羅說什麼 在大馬社 亞里達王的手下 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這就是 那巴提王國 已經 從這邊一直 往上往上 一直上到 大馬社 那這個 那巴提人 他們就 承襲了這個 希臘文化 他們就把這個 比特拉 就把它改成一個 非常先進的 希臘 羅馬城市 好像一個 君王在管了一個 地方 所以 這時候就非常 這建築就非常的多了 但是到祖後 106人 換羅馬帝國 打到這邊的時候 那個圖拉森 圖拉森 皇帝 打到這邊以後 這個地方 就變成 羅馬的一個神而已 那 羅馬人在這個 那巴提人所建的 這些東西 上面再增加 增加很多建築 所以就變成有 羅馬跟 那巴提文化 交織在一起 很多的建設 那 後來 那個 第三波士帝國 起來以後 好 他們開始發展 海上 所以這個 他本來 人家我也講 這個比特拉 是靠路上 路上通常 你看這個圖就知道 等一下我給你們看就知道 那後來 他們這個 第三帝國出來以後 就開始發展海上以後 這個比特拉就開始沒落了 再加上 那 不然大地震 有一些建築物都毀掉了 特別是 他們 人家以為是那個 那個銀水啊 銀水系統壞掉的 但是在 都在山上 那裡面有水怎麼辦 這後來 後來就放棄了 拜登裡面 就放棄這個地方 就走了 那後來阿博恩來說 哇 已經是一個廢塵了 那 後來 斷斷續續 有人提到 比特拉 但是 好幾百年 就從來 沒有再提到 比特拉 不見了 這個城市 就從 世界中消失掉了 一直到什麼地方呢 到 18 16 有個罪事 一個探險家 他去查好以前的文獻 他是奇怪 這個有一個 玫瑰紅塵啊 應該在這個地方 應該在 那個 他們知道那個地方啊 但是 回到 不讓人家上去 說那是他們的聖地 整片都不讓人家上去 所以他 這個探險家 就喬 裝成一個 那個回教徒的人 就帶了一隻羊 他說 我要去上去獻祭 然後 後來就跟他們 買通了以後 那個 人就讓他上去了 他就去那邊 結果 就找出 比特拉 從此才 再 跑出來 不然好幾百年 通通不知道 有比特拉這個地方 那 比特拉是一個 等一下看很多處 就知道了 是很漂亮的地方 他是在那個 天然的這個岩壁上面 往邊租進去的 敲圈敲進去 用這個 找 這樣 又找又雕刻這樣子 裡面的顏色 非常漂亮 所以他在陽光照下去的時候 很多顏色 就是玫瑰紅 什麼紅 這個叫做玫瑰紅塵 這另外很多裡面 當初建的宮殿 廟 墓 很多很多東西 後來 1982年 聯合國就把它定為 世界遺產 好 這裡面呢 他們就 把它算算算 大概有七來五十個古蹟 這些大概都是追溯到 主權 一世紀到主後 是建的東西 而且他們認為 他們現在所開發出來的 這百分之十五 還有八十五都還在下面 都還沒開發出來 所以大概 每隔幾十年 他就公佈一個 又發現什麼了 幾十年又公佈了 就像這樣子 1982年 他們就挖到了一個 基督教的那個 王宅基教的 2013年又發現了 那個 那個 最大那個 華勞 然後下面 又發現了火木 所以說這個火木 可能是誰 反正就是 他們現在繼續 繼續在開發 差不多每幾十年 就會多一個東西出來 這個就是當時候 他們一發現的時候 講話叫畫家畫起來的 這是畫家畫起來的 這是畫家畫起來的 他們發現你看 這是整個一個山對不對 他就從 在 這個叫從山裡面 這樣把它挖進去的 挖 用山 整個那個 紅土 給它一直一直挖進去 一直在那邊 掉刻出來的 你看 這一間是修導院 等一下會講 這在最裡面就是這一間 修導院 好 這個什麼 這個有人知道嗎 會騎兵啊 一定要讓他用石啊 他們 這個電影就是在這裡拍的 用這座背景 還有 這個什麼 背景金剛 一直在這邊拍的 所以現在 很多人 反正 反而提到這個人家 比較知道的就是彼得啦 那這個是 官方的圖 他們裡面很多點 那 這個就是修導院 我們從這邊進來 一直參觀 當然到 這個修導院 好 那這個是 有加上中文 給大家看一下 來 那從這邊 入口開始 這邊 這邊 要騎馬 騎馬進來以後 就開始 那個 齊克峽谷 這條很漂亮的一個地方 那個 一個通道 這邊 然後開始 寶尚寺在這裡 然後經歷很多墓 劇場啦 這個房價墓啦 這邊大 那個 住廊大道啦 這邊一直到修導院 整條 走很久 會很久 走不到這個地方 最多走到這裡 很厲害 啊 這個地方 你就不要 就看我走就好了 啊 然後這個地方 你 這樣子我們已經跟 那個 約三人已經講好了 我們 當天 進去 早點進去 就讓他一直走 看你能夠走到 什麼地方都沒關係 我們晚上啊 就住在這外面 這裡面自己 你走多了沒關係 只要你回到旅舍就好了 是一條路 那 我去把很多 這個 有關這邊的資料 通 整理好了 所以我從這邊開始跟你們 介紹 介紹到這裡 所以你們沒有去的人 就不會遺憾 來 一開始 就是要通 蛤 走多久 一天啊 整天 整天就 整天就在這個地方嗎 因為你花了一萬塊錢 你不走 一萬塊錢 對啊 來 第一個 要先通往那個 席客峽谷 等一下 有一個席客峽谷 叫做蛇道 要進去之前 有一條通道 這條通道 一般是坐馬進去的 可以坐馬 好 就是這裡 這個是 他裡面很多 他的介紹 就是這裡 這一段 這一段 那在鎖的當中啊 你就可以看到旁邊 很多的墳墓人 畢竟有一個叫做靈墓種 這個靈墓種 一看就知道 它有四根柱子 所以下面呢 有一個 碧 碧 所以表示這裡怎麼樣 有葬五個人 四根 七公尺高的柱子 在這裡有五個人 葬在這裡 然後下面呢 是餐廳 他們去那邊 祈拜以後呢 就在那邊一起吃飯 很多這種樣子 還就是這裡 有沒有看到 一二三四 七公尺高喔 這裡有一個 這個 就是表示五個人 葬在這個地方 然後 這就是他們餐廳 好 這個是你現在去看的樣子 以前怎麼樣子 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子 以前就是這樣子 讓你比較一下 這以前比較漂亮 現在這個已經剝落了 但是顏色還是在 好 這是在裡面 要進到那個 蛇道之前 那個窗戶就可以看到這些 好 那 他們要統計 在彼得應該有五百多個這種墓 那裡面這種 餐廳這種呢 大概有二十五個 就是他們 我們有他們紀念 他們在一起吃飯 好 就開始 那個 馬走到那個 那個 席克峽谷這條 蛇道之前 就要下來 就開始走 走這一條 那個馬一般沒有進去這邊 就開始走這一條 叫做蛇道 就這一條 這一條 蛇道 這條蛇道那裡 一連多公里 它很厲害 在以前 那麼久以前 他們竟然會 就一個水稻 引水稻 水稻 它過來 然後你在旁邊看 最高可以到一百公尺的峭壁 最寬 它有七公尺 最 它有兩公尺 那以前 羅馬時代的時候 這個他們曾經給它 鋪石頭 那現在去的時候 還有一部分 留給你看 這一部分 這裡是還有石頭 這是以前羅馬時代的 那這個石壁上面 很多這種 神龍 你們可以看到 以前在拜那個神的 那他們這個 水利很厲害 在那個兩個 那個牆壁上面 竟然有水槽 甚至呢 還有一點 桃子水管連接的 你看 這 可以到一百公尺 這比較窄的地方 兩公尺 寬的地方 像這麼寬 顏色有沒有漂亮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你看喔 這個是什麼 水道 這桿子是水道 水在這裡老的 後來就因為地震 那個水道壞掉了 水道沒有辦法再舉住了 那這邊有很多 小雕刻 雕刻 天然的東西 好 這一條 舌道 一坐到盡頭的話 馬上就看到這一個 卡茲娜神殿 就是滑到寶藏塔 就滑到寶藏塔 就是這個 你走到這邊就看到了 這個大的一個 這個 你看 人只有這樣子 這個是保存 現在保存最好的一個 就是這裡 這個舌道走完就到這裡了 好 這個叫做法勞珍寶殿 有十二支 那你門柱 他的高度有六十公尺 差不多那二十層樓 你先掛了沒有 他是主權一式用 把它鑿出來 又吊喝出來的 好 他混成上下兩層 你可以看到那種 希臘羅馬愛奇的風格 兩層 這個十二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二根柱子 對不對 那這個是現在保存最好的一座 那裡面那個大廳呢 大廳可以看到 你看 這種彩紋 你看 這是他裡面 好 這是他外面那個柱頭 柱頭 那這晚上 晚上他們有所謂點大廚這樣子 這外面 你看 好 那這個看完這一個又再往前走 有一條正面街道 就在這裡 這條街道 這條街道 跟這裡也是一樣 旁邊都是一些木 都是一些木 因為我剛剛講的這裡有好幾百個木 這個 都是 在這個 左道上面 那裡面他 那個木那個編號 像67號這個木裡面呢 有建造工具在那邊 820號這個 裡面那個什麼呢 反正就是你在那邊 他已經 那個已經 一直一直在統 那個規劃 把它開造出來了 好 那這邊 在左邊 旁邊 左邊上面 有一個 山頂祭壇 這我們沒有上去 上去沒有去過 要爬一些階梯 這個上面 它在旁邊這裡 這個另外 從路 另外坐過去這邊 這個上面去的話 有一個祭壇 還有一個坊間盃 那你在那邊 可以往 明眼那邊看 看什麼 看亞倫山 誰站在那邊 亞倫 亞倫 亞倫在地面 這就是上面那個祭壇的地方 你明眼看過去呢 看到什麼 這祭壇亞倫的地方 這是亞倫山 不會去那邊 可以從這邊看到那邊 好 接下來呢 有個羅馬祭壇 這個羅馬祭壇 你們一看就知道 這個多厲害你知道嗎 羅馬祭壇在這裡 這個是全世界 只有一個唯一的 用鎖 喬出來的 你看喔 這幾種多大你知道嗎 可以坐四千個人 然後旁邊那個舞台 這個座椅 對那個舞台 是後來羅馬人見的 你看 這個是用手 鐵出來的 這一個 那它這邊是舞台 這舞台 他們想想 這以前 當初應該是怎麼樣呢 應該是這樣子的 舞台 這後面這個 這是羅馬人見的 這個 你可以想像 當時的羅馬人 來那邊注意 他們怎麼樣見的 這個讓你們比較一下 好 再往前走 有個皇家禮物 這個很壯觀 這個四座 細的 兩隻會這樣 叫做皇家牧種群 就在這裡 這四個連在一起的 你從這邊 在左手右邊就可以看到了 這四個 這四個呢 從一、二、三、四 第一個叫做皇家種 第二個叫做哥林多 這是silk 這是erm 就四個 我一個一個介紹給你們看 那個十二 這些他們是墓喔 以前是墳墓對不對 後來羅馬人來的時候 把他改成法院 後來那十二間 就把他改成教堂 這個地方 好 第一個 第二個是皇家 皇家墓 是一個古城樓的喔 那時候在宴會 或者是貼上儀式 你看 這麼壯觀 以前怎麼樣子呢 以前是這樣子 這兩個上面比較一下 現在你只有看到這樣子 我們以前看到這樣子 好 裡面也是這樣子 漂亮的顏色 第二個 因為這一個 它外面有點像 哥林多式的那個柱子 所以 給它叫做哥林多 你看 這邊喔 這邊很多這些 這個旁邊看就這樣子 第三個是silk 因為它那個門面啊 很多的彩紋 你看 這些紋路 這是第三個 那第四個 我們就是它頂部 你看三角形的一個罐子 這樣一個樣子 所以叫做這個 三角形 這是第三個 還有三個這種 這是 這四個合起來 叫做皇家墓種群 那它的旁邊有一個單獨的 就是這個 這個我去查一幕 它沒有中文的話題喔 反正就是一個墓啦 就在旁邊 這一個 這四個是連在一起的 旁邊有一個這個 這個是這個樣子 那它以前是怎麼樣呢 這麼漂亮 這裡是一個墓喔 兩個比較看看 好 再往前走 有水神殿 這個水神殿啊 它是一個噴泉 半圓形的噴泉 外面有六根柱子 這個噴泉 那另外還有一個 一個噴泉 是有這樣子 可是後來他們想像 這個地方 以前應該是這樣子 現在只剩下 底下石頭有的 這個洞不見了 以前 你看這兩個是這樣子 好 在前面 往左一點呢 有一個城門 這個城門 現在看是這樣子 以前是這樣子 真的是一個城門 好 那旁邊有個教堂 這個教堂呢 是公營五世紀末時候 後來火災啊 地震啊 教堂不見了 可是它地下那些 那些鄉嵌還在 你可以看到 這麼漂亮 這都還在 這鄉嵌都還在 然後呢 再前面一點 有一條駐港大道 這個也是 羅馬來的時候是建的 羅馬來的時候建那個 那個劇場 這也是要建的 在這裡 在這裡 這一條駐港大道 你看 那這個地方呢 你 這是後來那個 那個 那個 龍腕站的 那個 病路的 你可以想像 它當初是兩排 都是柱子 這個柱子 後面都是商店 所以 他們現在 可以在那邊逛街啊 所以 那個是一個整條 一個聚集的地方 你看到 現在看是這樣子 當初是什麼樣子 哇 這兩條大道 這旁邊都是商店 現在是 剛剛看那個地方 這我們會走到這個地方 好 然後呢 他們有個大神殿 在這裡 很大 佔地 差不多7000平方公尺 那裡面 它那個柱子也很高 好 就是這樣 柱子也很高 就是大神殿 然後呢 還有華郎女兒皇宮 大概有 最遠大概可以走到這個地方 這個為什麼叫做大 這個為什麼叫做 爬到女兒皇宮呢 它這裡面 它是23萬個高 它裡面是在 扮那個沙拉神的 這個 因為當初有一個法老 他就瞎命念 他說 如果有人能夠解決 這個地方的排水問題 我就把女兒嫁給他 後來就有一個人 工程師真的弄出來 把那個水利弄得很好 所以把它嫁給他 所以 這個就叫做 法老女兒皇宮 那有人認為是 祖前三百多年 有人認為是祖後四人 沒關係啦 就這樣子 以前是這樣子 以前是這樣子的 現在看 你就可以想 就是這樣子 好 那另外旁邊 有一個叫做獅子禪寺 為什麼 為什麼叫做獅子禪寺 因為它的門口 有一個獅子雕下 就這樣子 那它裡面是這樣 那個餐廳 好 最後面 就是修道院 這個 走不到 所以大家看圖就好 就是這裡 最遠的地方 這個大家 在那邊住兩三天的人 才能夠走到這個地方 你可以坐駱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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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地方是最大的 比外面那個花的還大 它寬 超過五十公尺 你就知道了 那後面好像有個十字架 所以就給它叫做修道院 就這個 你看人這麼小 背景金駱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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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駱駱�駱� 要跟他們講 講什麼 講說你們宜東 將來會滅亡 為什麼要滅亡 第一個 你們地宜 又是你們以為你們躲在那邊很好是不是 你們地宜位置很好嗎 沒有啦 你們住在山穴 住在高處 好像島嶺一樣 在大窩在上面 以為人家大窩下來嗎 我就要把你們拉下來啦 我必從來把你們拉下來 因為他們後來你們就知道了 剛剛已經看那些你們就知道了 他們在那種地方非常驕傲 你們敵人只能夠從蛇到進來 你一進來我就把你們幹掉了 你有什麼能夠進到我們的地方 對不對 所以就非常驕傲 連伊犁你都講了 你們住在山穴 鎖在山頂的 你像那樣叫嗎 你雖然好像大窩一樣 我要把你拉下來 好 你看看 在西埃曼島 比特在什麼樣 在這裡 好 紅海的東西要進到這邊 進到歐洲 怎麼過去的 只要從這邊來 從這邊來 從這邊出去 一定要進過這裡 一定要進過 所以他非常的驕傲 商業非常的滑達 可是呢 你想想看 如果從這邊過去不是解決了嗎 為什麼我一定要走這個地方 對不對 好 那他當時就是這麼驕傲 你看這個人 比特拉 你看他這邊路線 你看 這是以前的路線 要經過比特拉 這樣走呢 好 後來我就從這邊開一條路 這邊東西 從這邊出去就好了 就是什麼 這個水是銀河 西埃曼島 你比特拉的人 我從這邊走可以不可以 1859年到186年的人 他們把它開163公里的水是銀河 就這樣子 從此沒有人要過去比特拉了 沒有用了 路上已經沒有用了 說海上就好了 再加上地震 從此比特拉就沒有了 好 所以其實 早在歐巴利亞的時候 跟他講的 為什麼你會 第一個是跟他講 預言你會滅亡 為什麼沒有 因為這些原因 因為你看 雅各啊 以色列人是哥林是兄弟 你是以曉的後代 他們是雅各的後代 你們為什麼欺負他 你們為什麼 外方人來盧他的時候 你們為什麼跟外方人同活呢 所以他就講了 你不應該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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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八次 第一個 弟兄招攤 你不該瞪眼 你不該在那歡樂 你不該講狂妄的話 對不對 然後你 他們招攤的時候 你不應該進去他們偷東西 你不該瞪眼看 你不能夠適合搶 對不對 你不應該站在門口撿逐他們 然後把他們交給敵人 所以 你們宜東人 一定要冥王 所以 你們去彼得拉以後 不是只有看那個東西 是要回來讀惡巴迪亞書 你又知道什麼叫做 限制講的正確 好 這就是彼得拉 講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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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